上一讲呢 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有些魔幻的故事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大家普遍接受的教科书历史 如果把地球诞生至今的时间压缩成一年的话 那么我们人类的先祖与类人员呢 大约是在12月31号傍晚6点左右 才分到扬镳 开始向人类进化 而后呢 又过了将近6个小时 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最后40秒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文明 才孤孤最低 尽管人们对于文明的定义呢 可能还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同的看法 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 也肯定会在今后 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呢 而不断发展 但是呢 就目前来说 对于人类文明最早的诞生地 还是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 大约呢 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类 还生活在简陋的茅屋 甚至洞穴之内的时候呢 在今天伊拉克境内的 底格里斯河 和右发达底河之间的这个地区 我们一般称之为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城市 开始出现 人类的第一个文明 苏美尔文明 就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 经常在新闻上 关注国际形势的人呢 对于伊拉克这个国家 它的基本样貌 应该不会觉得太陌生 这样一个满目荒凉 干旱 草木不生 甚至很多地方 连石头都没有的国度 很难能够让人相信 这里竟然会是 人类文明的摇篮 在这片土地上 一年之中呢 可能连续八个月都不会下雨 最大的夏天 温度会达到50度 而雨水的出现呢 往往是触不及防的 眨眼之间泛滥的洪水 就会漫过河滩 吞没了土地和家园 按照一般的标准 这里呢 似乎不但适合人类的定居 然而呢 这仅仅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 就在这个看似 没有希望的外表之下 却蕴含着一片 极为肥沃的土壤 就是这张地图上 颜色特别深的部分 从上游山区 倾泻而下的洪水 裹挟着各种的沉积物 年复一年的 为他增添匪力 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 一个至今也没有搞清楚 是从哪里来的民族呢 流浪到了这里 他们有着 与生活在周围的 其他民族 很不一样的 语言和文化习俗 按照今天这个 学者们的考证 他们的语言呢 既不同于 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 东北方向 伊朗高原的 原始印欧人 也不同于 主要生活在 美索不达米亚 西南方向 阿拉伯沙漠中的 赏米特人 这两大人种 印欧人和赏米特人 是西亚地区 最常见的人种类型 但是苏美尔人呢 不属于这两种 他们的头发颜色呢 也跟邻居们很不一样 他们的头发是黑的 所以邻居们呢 都把他们称为黑发人 其中的某个邻居呢 将这个绰号读作苏美尔 这个发音呢 以后就被大家普遍接受 就成为这个民族的 正式称呼 叫做苏美尔人 照片里的这些呢 是大约4700年前的 苏美尔朝拜者的雕像 瞪大的眼睛呢 代表他们真诚的幸运 苏美尔人到来之后呢 很快就发现了 这片土地 所埋藏的秘密 这是一幅呢 表现苏美尔人 跟作场景的浮雕 大概制作于 4000多年前 在两河之间的 这片肥沃土地上 他们撒下 种子之后的收获量 据说能够达到 播种量的70多倍 但是这样的超级大丰收 并不是无条件 苏美尔人呢 必须组织起来 去克服缺乏降雨 而造成了困扰 必须要在 强有力的国外领导下 通过大规模的 集体劳动 在荒野里开掘水渠 让河水呢 即使是在旱季 也能够不停地滋润土地 这是一幅呢 表现苏美尔首领 衬船巡视的浮雕 拜这片土地所赐 在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呢 粮食收成 大大的超过的所需 于是有一部分人呢 逐渐脱离了农业生产 他们聚集在城市里 过起了与农业人口 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 成为了行政官员 帮助国王管理城市 监督他的劳动 有的人呢 这成了专门的手工艺人 这是一个大约 六千年前制作的 苏美尔的猪形陶罐 大家都在做 储存粮食的陶罐 都是一般那样子 可是这户人家呢 特别地心灵手巧 他们做出来的罐子 不但很好用呢 而且还特别地美观 于是邻居们羡慕不已 纷纷找上门来索药 用他们的粮食呢 来交换陶罐 于是这户人家就发现 他们不再需要自己 去辛苦种田 风吹日赛的 而是可以坐在家里 依靠精湛的手艺 同样可以换得 足够的粮食 专门的艺术家 就这样出现了 这是一个苏美尔人 用鸵鸟蛋制作的罐子 大约做于四千六百年前 为了便于用这些呢 根本吃不完的粮食 去交换呢 其他民族那里 才拥有的稀有物品 我刚才说了 苏美尔这个地方呢 甚至连石头都没有 为了获取其他地方的特产 为了进行这个商业贸易 于是呢 这个苏美尔的管理者呢 就发明了特别的记录符号 文字 最早的文字呢 是图画式的 这件呢 大约是五千一百年前的 泥板书 上面呢 用图画式的符号 记录了一批 一共有三十三糖油的货物 其中呢 右上方的每个小点 代表十 下面的一数呢 代表一 所以总共是三十三 但是这种像性文字呢 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显然呢 有很多的意思 都是没有办法用图形来表达的 于是很快的 苏美尔人呢 改进了文字的形式 使它呢 不仅可以用来表意 也可以用来表音 不仅可以用来记述 更可以用来交流思想 传播知识 由于当地呢 缺乏其他合适的载体 只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泥土 于是苏美尔人呢 就把泥土做成泥板砖 然后呢 趁着泥板上位干透的时候呢 用削尖的棍子将文字歇写在上面 这样就获得了歇性文字的称号 这是一封大约四千年前的泥板信件 里面呢 是写好的信件 外面呢 再用黏土糊一个套子套上 就像今天的信封一样 然后在信封上呢 写上搜件人的姓名地址 还有寄件人的姓名地址 不过呢 他们不是靠笔记来辨识身份 而是靠印章 他们呢 会用小石头 做成特别的圆柱形 大概手指头那么粗 这些呢 是收藏在巴黎路夫公的苏美尔印章 大概就是手指头大小 中间呢 装一个窟窿 用绳子穿起来 平时呢 就挂在脖子上 或者呢 刷在裤带上 当这个信封服好之后呢 他们就会用这个印章 趁着这个信封湿润的时候呢 在上面用力滚一圈 这样呢 就把印章上的图案呢 印在了信封上 这个图案呢 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就可以避免呢 半路上呢 被人掉包 对于慷慨 吃予他们这一切 却又仿佛无常 琢磨不定的老天爷 虽然多数时候呢 总是风调雨顺 但是难免也会遇上了 干旱 红涝 过于炎热 或者过于寒冷 这样的灾害天气 古代人呢 当然不具备 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科学知识 所以呢 他们总是觉得 这是老天爷呢 在表达情绪 所以他们的内心里呢 对老天爷呢 总是充满了感激 恐惧 敬畏 崇拜 这样一种 复杂的心形 他们为老天爷 建造起宏伟的神庙 虽然这个地方 既缺乏木头 也缺乏石头 但是他们学会呢 把泥巴和茅草 掺和在一起 做成泥砖 然后呢 在表面上 用珍贵的小石子 或者呢 涂上瀝青 来加以保护和装饰 这是一座 苏美尔神庙的遗迹 用来装饰和保护 外表的石钉呢 大约有十厘米长 他们还编造了 有关上帝造人和大洪水 在内的各种神话故事 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 这是一块泥板书 上面讲述了上帝呢 用泥巴造人的故事 这是另一块泥板书 上面讲述了那场 大洪水的故事 早期的苏美尔社会呢 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的 城邦国家构成的 这些城邦呢 相互之间为了争夺财富和水源 长年征战 这是一个呢 表面相见有 反映苏美尔人战争 征服庆宴和和平景象的木箱子 大约50厘米长 22厘米高 制作于4600年前 在这个图中可以看到呢 苏美尔人很早就已经使用 马拉的战车进行战斗 不过那个时候的车轮子呢 还是用木板拼成的 还没有发明服条 这个地方呢 是埃利都 是苏美尔地区最早建立的城市 现在呢 已经离海比较远了 而在当时呢 是位于又发拉里河的陆海口 所以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海路呢 去跟印度和埃及相联系 这张呢 是艺术家 根据考古遗址所做的 复原想象图 一条河岔从海边呢 一直通向城市的中心区 高地上呢 建造有几座宏伟的神庙 这些神庙呢 都是用塞干的泥砖做成的 苏美尔地区呢 缺乏石头 但是呢 它的土质呢 特别适合用来做泥砖 但是这种泥砖呢 因为没有经过烧制 而是太阳晒干的 所以呢 很容易损坏 需要一直有人进行维护 当城邦强大的时候呢 这种维护工作 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 可是后来 随着又发拉里河的 河口淤积和改道呢 这个埃利都呢 它失去了地理的优势 逐渐的衰落下去 直到呢 被废弃 于是呢 原本用泥砖修建的 温厄的神庙建筑呢 因为无人养护呢 就逐渐瓦解 千百年后呢 就只剩下一堂堂的泥堆 留下来跟沙漠围帮 埃利都衰落之后呢 跟它相距不远的乌鲁克 逐渐地就成为 苏美尔人的主要城邦 目前一般认为 伊拉克这个国家的国名 可能就是起源于 乌鲁克这个名词 在这座城市呢 还诞生了世界上 最古老的英雄史诗 吉尔加美什 它最初的版本 发现于公元前21世纪 大约是4000多年前 这部史诗的主人公呢 就叫做吉尔加美什 这个呢 是公元前八世纪的浮雕 他是乌鲁克的统治者 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2700年前后 在这个史诗当中 所描绘的吉尔加美什 传奇班的英雄故事呢 给予了包括 西秦在内的后人 无尽的遐想 成为我前面给大家讲的 那个离奇的 万幸人故事的源头 差不多就是在 吉尔加美什生活的时代呢 乌鲁克城班呢 发展到了鼎盛 它的城市面积 大约有6平方公里 四周呢 是城墙耸立 城内呢 神庙高耸 人口最多的时候 超过5万人 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城市 这是一枚 大约5000年前的 乌鲁克音章 上面展现了一种 神秘的怪兽形象 我不知道这是 纯粹的想象呢 还是那个时候 真的有这种怪兽 它肯定不是长颈鹿 长得有点像恐龙 当然那个时代 不可能有恐龙 以后呢 我们还将在埃及 看到类似的形象 这张呢 是乌鲁克今天的样子 大约在公元前 2330年左右 在苏美尔北方的 阿卡德城邦 在首领 萨尔贡的带领下呢 崛起 征服了苏美尔地区 这个阿卡德人呢 它是属于起源于 阿拉伯沙漠的 萨米特人 这个城市的具体位置 今天还不能够确定 大概呢 是在今天的 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附近的 某个地方 这是一位 阿卡德君主的 青铜雕像 很可能呢 就是萨尔贡 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是真正的王 这幅浮雕 中央是 萨尔贡的孙子 纳拉姆星 他正在庆贺顺利 在他的统帅下呢 阿卡德大军 征服了北方的 马里和埃布拉 两大城邦 将波斯湾 与地中海之间的 各个文明区域 全部统一在 一个政权之下 改变了两河流域 城邦相争 长期分裂的局面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 第一个帝国 帝国这个词呢 是我们今天 很常见的 一个政治词汇 在政治学上呢 帝国一般指的是 那种统治 江域辽阔 治下民族众多 文化多样 并且一般呢 采用君主制政体的 国家形式 相比而言呢 同样采用君主制政体的 单一民族国家 一般被称为王国 不过呢 二者之间呢 常常有混用的情况 近代呢 也经常见到 单一民族国家 但是自称为帝国的情况 这里呢 是马里古城 位于今天的叙利亚东部 最早呢 建成于公元前2900年 在被阿卡德帝国 征服之前呢 它就已经是一个 非常繁荣的城邦国家 控制了 右发拉底和 中游的大片土地 这个呢 是马里古城的 复原图 它的城市平面呢 呈圆形 有两道城墙予以保护 它的外部直径 大约是两公里 由一条能工开着的运河 在城市偏东北的一侧呢 穿城而过 把城市呢 跟不远处的 右发拉底河 联系在一起 城中的布局呢 并没有采用几何图形 而是顺着地理条件 自然布局 宫殿呢 位于城市中央 这是一座 马里首领的雕像 大约制作于 4500年前 这个地方呢 叫做埃布拉 它位于叙利亚的西部 建成于公元前 3000年前后 在被这个 阿卡特帝国 征服之前呢 埃布拉呢 就已经发展成为 地中海东岸地区 最繁荣附属的 城邦国家 1962年 意大利罗马大学的 考古队呢 发现了这座 古城的遗址 它的平面呢 呈不贵则的椭圆形 宫殿呢 位于城中的高地上 这座城市 最珍贵的遗物呢 要数多达 两万块的泥板书 这是他当时的 一个图书馆的收藏 这些呢 就成为今天 我们通向西亚 古代文明的 最畅通的时空隧道 纳拉姆新死了之后呢 阿卡特帝国 就走向了衰落和灭亡 在这之后呢 位于两河之间的拉格石 一度成为 苏美尔地区 最强大的城邦 这座城市 如今没有多少 有价值的建筑遗迹流程了 在这里呢 你能够看到的 最有趣的遗物 单属国王古地亚的 二十多座花干岩雕像 这些雕像的一群上呢 都雕刻着 描述城邦贸易 宗教和政治内容的碑文 这是其中的一尊座像 大腿上呢 平放着一幅建筑平面图 这很可能是一座神庙 公元前2100年 苏美尔地区 最古老的城邦之一 乌尔 再次统一的 苏美尔各城邦 历史上呢 称之为 乌尔第三王朝 在苏美尔人的世界里 天地万物呢 是由一个 以安努为首的 神族来主宰的 安努的儿子恩利尔 他是地球的主神 在恩利尔的主持下呢 这个家族的 每一个主要成员 都居住在不同的城市 成为每座城市的守护神 那这些成林之间呢 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相互之间 经常的打架争斗 所以他的胜负结果呢 往往决定了 各个城邦的 新胜衰亡 乌尔城的守护神呢 是恩利尔的长子 月神兰娜 这幅浮雕呢 表现的就是 乌尔的国王 乌尔纳姆 他拜见这个 月神兰娜的 这样的一个景象 在乌尔纳姆统治时代呢 乌尔人呢 为月神兰娜 修建了一座 宏伟的神庙 这座神庙呢 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成为苏美尔文明的见证 如同其他的苏美尔神庙一样呢 这座神庙 它是建造在 由泥砖层层叠起的 像金字塔一样的平台之上 所以有着塔庙之称 这张是他的复原图 它的底层基座 长64米 宽45米 高度超过30米 有三条长坡道呢 可以登上第一层的平台 在它的上方 还有两层平台 最高处呢 是用大量的 进口的名贵木材和石头 修建的岳神庙 这张呢 是沃尔城遗址 城市的总平面 大致称椭圆形 南北长大约是1.2公里 东西区大约是700米 右发拉底河呢 从城西流过 在城西和城北呢 各有一个港口 这张呢 是城市的复原图 塔庙以及其他的宗教建筑呢 是位于城市的中西部 而主要的居民区呢 则是位于城市的南部 城中呢 今天估计大概有居民 三万五千人 住宅呢 大多采用庭院式的布局 跟今天的居住模式 没有大的不同 这个沃尔第三王朝呢 在公元前 2040年左右达到鼎盛 这个时间 差不多就是中国下朝 刚刚建立的时候 在这之后不久 盘踞在两河上游的阿摩利人 露侵了苏美尔地区 沃尔王作战失利 于是各个地方的总督们 乘乱了割据致力 在这之后 位于今天伊朗境内的埃兰人 给了沃尔王朝最后一击 公元前2004年 沃尔第三王朝灭亡 沃尔城呢 在战乱中遭到破坏 虽然以后还继续存在了 大约一千多年 但是已经彻底失去了 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呢 由于右发拉底河的改道 而被废弃 这个沃尔第三王朝 是苏美尔人建立的 最后一个政权 就像他们曾经神秘地到来一样 他们也同样神秘地离开这片土地 从此再也没有在历史舞台上露灭 只有他们所创造的文化 通过后继者巴比伦和亚述呢 继续地发扬光大 好 这一讲呢 就讲到这里